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美团在第二季度的惊人表现 这家中国最大的按需服务提供商报告了21%的收入增长 达到了820亿元人民币 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物有所值的策略 尤其是在食品和杂货配送业务上的稳定增长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的利润增长了142% 达到了110亿元人民币 美团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们通过提供折扣餐点和扩展按需电子商务业务 成功抵御了来自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等竞争对手的挑战 此外 美团闪购业务的强劲增长 特别是在电子产品和家居用品方面 预计将迎来40%的增长率 与美的等大品牌的合作 使得用户能够轻松下单各类产品 进一步激增了交易量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在财报发布前 美团的股价却下跌了3.2% 并宣布了一系列结构调整 这可能是公司为了整合运营所做的努力 这一切都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中国最大的按需服务提供商 美团在最近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中所展现出的强劲增长 这份报告由南华早报发布 展示了美团在收入和利润方面的显著提升 这一切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和市场背景 让我们一同解读这一复杂的商业故事 在2023年第二季度 美团的收入达到820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1% 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其本地商业业务的显著提升 包括食品和杂货的配送服务 美团总部位于北京 其在按需服务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使其能够通过折扣活动和扩展按需电子商务业务 有效抵御来自如阿里巴巴旗下的 饿了吗和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等竞争对手的挑战 更为令人瞩目的是 美团在这一季度的利润达到了110亿元人民币 相比去年同期的47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42% 在其财报中 美团特别指出 公司的增长归因于在物有所值的产品供应方面的策略 美团积极探索新产品形式 尤其是在低价领域 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在其核心业务领域 包括按需食品和杂货配送 酒店和旅行预定 以及商户营销服务等 美团的收入达到了607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8.5% 按需电子商务业务 即在几小时内向消费者 交付商品的服务 成为了一个亮点 被称为美团闪购的这项业务 在第二季度实现了显著增长 部分原因是交易频率的提高 和平台供应的增加 美团加快了与国内外品牌的合作 将这些品牌的线下门店引入其平台 例如美团应用和大众点评 值得一提的是 分析公司Third Bridge的分析师 在财报发布后的分析师笔记中指出 他们预计 今年美团闪购订单的增长率 将达到40%左右 尤其是在电子产品 酒类 化妆品和家居用品类别 这一预测 基于品牌在美团上的投资显著增加 本月早些时候 美团与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商之一 美的达成合作 将美的的25000家 线下门店连接到美团平台 使美团的用户 能够像下单食品配送一样 轻松地订购家电产品 多年来 美团还与乐高 苹果授权经销商 马仕 迪卡农和苏宁等品牌达成合作 这些合作促进了平台上 产品供应的激增 并帮助将食品配送用户 转化为杂货和电子产品的买家 第二季度 美团平台上的按需交易数量 增长了14% 达到61亿次交易 然而 美团在香港上市的股票 在财报发布前 下跌了3.2% 收于102.8港元 财报发布前不久 美团宣布了一系列内部结构调整 旨在整合和精简其运营 最新的变化 包括将其软件级服务 共享单车和充电宝租赁业务 整合到一个新的软硬件部门 并将其海外业务重新命名为Kita 从多个角度来看 美团的成功并非偶然 首先 它在核心业务上的持续投入和创新 特别是在低价领域的探索 使其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占据优势 其次 美团通过与国内外品牌的广泛合作 扩大了其平台上的产品供应 这不仅提升了用户的交易频率 还增强了用户的忠诚度 最后 美团的内部结构调整 显示了其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这对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然而 与此同时 美团的成功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美团需要不断创新 以保持其市场领先地位 此外 在扩展其暗需电子商务业务时 美团需要确保供应链的高效运作 和产品质量的稳定 这对于维护用户信任至关重要 最后 美团的国际化战略 也需要在不同市场环境中 找到适应的方式 这是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总的来说 美团在2023年 第二季度的强劲业绩 展现了其在暗需服务市场中的 强大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通过不断优化 产品供应 加强与品牌的合作 以及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美团不仅实现了收入 和利润的显著增长 还为未来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团的发展动态 并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分析和解读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六度解析 请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 商业故事和深度分析 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这一次美团的财报真是让人振奋 第二季度收入增长21% 利润增长142% 这可是各惊人的成绩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的 物有所值策略和进一步拓展 按需电子商务业务 你看 美团不仅仅是外卖了 他们现在连冰箱 洗碗机都能送到你家 这才是真正的未来生活啊 楚天书还真是不负责任的乐观啊 是 你说的不错 美团确实在数字上表现不错 但这只是短期现象 折扣餐点和积极推广 无非是短期刺激 这种增长是否能持续下去 还是各大问号 而且 把恶勒摩和抖音这样的对手看清 可是大错特错 他们可不是吃素的 奇奇 你这样说可是有点三葡萄心理啊 看数据说话 美团的按需电子商务业务 特别是闪购 增长速度惊人 预计今年的订单增长40% 这可不是一般的成绩 而且 和美的乐高这些大品牌的合作 不是普通的短期刺激 这是战略性合作 能够持续增长的 楚天书 我看你真是乐观过头了 你知道马云的新零售概念吗 阿里巴巴也在这个领域 投入了大量资源 美团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更别提外卖这块蛋糕 饿了膜也在紧咬不放 美团现在这么多业务线 整合和管理的压力可是相当大的 别忘了他们股票在财报发布前 还下跌了3.2% 这可不是好兆头 琪琪 你这种论调真是典型的 启人忧天 股票短期波动很正常 这并不影响美团的长期战略 再说了 美团的用户基数庞大 像冰箱洗碗机这种高价商品进驻平台 未来的潜力无限大 难道你忘了苹果的库克效应吗 美团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亚马逊加Uber 天说 你这么说简直是天方夜谈了 美团的战略是不是能持久还有待观察 别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再者 美团的整合和结构调整未必就能马上见效 这一点从他们近期的内部备忘录变动 和业务整合就可以看出 美团要成为亚马逊加Uber 先让他们在竞争中证明自己吧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询 winds determination 우� slick